通交流 以及个人的私人的感情都非常不错 另外谭瑞伍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两位选手的他们的技术特点 以及交手 即将会发生哪些场上的一些情况 作为马龙来讲 我认为他的技术比较全面 没有明显的漏洞 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 还是发球接发球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马龙的位数要减少 这是对他的一大优势 如果一个运动员位数特别多的话 你就不相信自己的技术能力 那么波尔来说 我认为还是按他的自己的特点 就是旋转上 落点上 还有速度上 给马龙制造一些困难 因为马龙的动作比较 波尔的动作比较小 还是要靠自己的 就是这个旋转的落点弧线上 要控制这种马龙的进攻 另外我刚才给大家介绍 其实今天最大的看点 就是对马龙冲击最大的地方 就是波尔的心态 刚才谭柔给大家介绍 昨天在和小将林高颜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起死回生 绝处逢生 最终赢得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 非常的不容易 本身这个气势就往上在走 再者呢就是他对马龙这场球 波尔的心态会非常的放松 会享受比赛的整个过程 所以在这里面就不好去估计 将会打成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或者什么样一个结果 就不好说 看到世界杯去了两位教练 分别是刘国正和王浩 王浩呢也获得过世界杯的男子单打冠军 对 而中国队呢 获得世界杯最多的冠军的运动员是马林 我记得是三次 四次 马林是四次 然后王浩是三次 张继科呢 是在2011年和2014年两次问鼎 男单世界杯的冠军 马龙呢 则是在2012年和2015年 获得世界杯的冠军 也就是说 如果这次马龙获得冠军 他将获得世界杯的三冠王 同时也迎来 自己职业生涯的 第20个世界冠军 这也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个赛事 同时马龙在前一段的全英会当中 也创造了个人的一个记录 未免了全英会的男子单打冠军 当然全英会也有我们女单打冠军 丁宁 圆梦 全满冠 对 全英会的这种冠军 比世界杯四季猫赛 更难打 难打多了 当然全英会也是新人辈出 一个舞台 包括像朱玉玲带领四川女队 首次登顶全能会的舞台冠军 昨天整体来看马龙和这个单有效期的比赛 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 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些把控能力特别强 或者说有一些超燃 超燃的一些地方 我们来看双方第一局 马龙这个前两分看上去要比波尔投入的更快一些 马龙这个前两分看上去要比波尔投入的更快一些 马龙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挤 它发动的特别快 另外就是你全程比赛你总觉得马龙永远都在进攻 别人永远都在防守 这就是马龙 所以你看它的技术发挥的每个环节体幅都不是很大 就是你拍它上场的时候就下边周围教练来讲的也好指挥 你发现它的技术问题的时候第二局知道怎么去讲 有的时候体幅心态比较大的时候不光是技术问题 所以有时候教练不太好去解决 因为人比赛的时候 人的这种心态 如果你心态产生变化 你技术发挥就会产生变形了 你教练这个时候不能跟你讲技术 只能跟你讲技战术 马龙和波尔两个运动员特点风格完全不同 波尔有波尔的优势 特别是波尔的这种身高 特别是波尔的反手 它的反手大斜线的一个调动 包括直线的牵制 漂亮 马龙的反手加速快撕 这个球其实打的我觉得相当的美妙 为什么这么讲 马龙可以在移动步伐同时出手 通常我们讲的是先走步伐 然后再出手 其实左手打右手和右手打左手 都是同样的战术 差不多 把几个线路打通 变直线打斜线 调动开 然后掉对方的正手 斜线之后能够自己侧身 这几条线路打通 好球 就像谭瑞武介绍的马龙的 这个投入特别的快 对 而且他这个技战术马龙现在知道这个波尔 短平快 就是数位 所以你看马龙的出手 他出手都不是很大 拉开架水你看都小动作现在 所以根据不同的运动员的情况 来改变自己的技术的能力 这就是能力 所以现在波尔你看到整个的这个第一局局面一头雾水 不知道怎么失误的都 能看到波尔啊手非常放松 很松弛 这把球下反手反思 这是正手侧身的一个黄撇 这种球是波尔的特点 就是一定要快 速度一定要比马龙快 让他马龙拉不太手 所以马龙呢 他就对着知道你快 他就动得特别小 现在 马龙还是注意保护他正手大脚 对 反手看住 正手保护住 这赛前准备的非常充足也 这说明 今天的球啊 就是比今天我们在五家转播四分之一的比赛啊 嗯 要更好看 运动员状态就更好 为什么 像马龙他们根据这次赛制啊 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也就是说 昨天是他们的第一场球 对场地各方面都要适应 这球波尔好像 右手 神奇啊 波尔用右手 持盘打了一个球 这是一种灵感 虽然动作不太好看啊 这球是外国人的性格 对 他平时训练肯定也有意识去练 这样马龙第一局比赛 11比6先胜 我们稍微休息 将继续为您带来乒乓球男子世界杯的半决赛 双车双T 尽情来袭 全新锦翼X5 锦翼X6 1.5T加CVT 1.5T加CVT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东风风行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全新锦翼X5 锦翼X6 1.5T加CVT 双车双T 尽情来袭 东风风行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在比利时烈日进行的 平方球男子世界杯男单的半决赛 马龙对波尔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第一局是马龙11比6先胜 好球我就球 其实看波尔打球还是非常舒服 特别是波尔的反手拉球特别纯正 对 他的摩擦力 还有他的动作都很漂亮 简单干净 所以波尔他真正球线变大了 其实对波尔也是受一定的影响 因为他也旋转 速度再加着这个节奏时间差 所以对方反拉不太好反拉 那现在球变大了以后 别人反拉 旋转没那么强 也好反拉了 你看看第二局啊 这波尔开局 打的也很凶 反手的加力 以及侧身的进攻 三比零 波尔领先 你看这种圈拉的 就猛的加速那一下 你感觉力量并不大 他的速度快 动作晃 还有把整个球都能包在身体里面 特有把握 其实有时候打球 有时候除了技术训练的话 其实对乒乓球的一种节奏感非常重要 你看很多小孩打球 就是你感觉 还是打球的时候没有节奏 合不上力 就是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开窍了 你就打球不是完全自己发力 都是借着对方的旋转过来 来借力打力 都是 来把你放动 现在 去 去 去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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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发的实在是太不好 要选择没落点 要速度没速度 马龙揭发球抢拉 打成3比5 对波尔来讲前两局至关重要 如果前两局咬不下来一局 越往后打波尔的希望 越渺茫 对 你本身打的最后年龄大了 体力上下降了 你的肌肉移动就会放慢 越打到后边就越咬不紧越弯 你这比前两局咬不住 后边球就很难以赢下来 没错 平安之有时候赢球也踢得突撸的很快 输球也输得很快 0比4落后 东东东5比5了 这个擦网 马龙是想慢搓一个 想慢摆短 手上的感觉 摸一下 这球特别灵活 手上感觉到能够完全驾驭住这个球 现在看起来就是对马龙来讲 需要防备的就是波尔的反手的发动 对 他的反手发动还是威胁最大的 对 因为占据左手的优势 反手能够拉直线斜线大角度 并且有很强的旋转和很高的质量 没错 而且包括反手的进攻和正手的进攻的区别 在于哪儿 正手进攻好判断 反手的进攻不太好判断线路 马龙开始往中间和正手去变 好 左手揭发球 这是一个特点 左手都喜欢拿反手机 这球好立 顺旋转 对 立个短的 而且这个摆短 大家可以看到弧线低 摆的也很转 对 马龙在回短的时候 球下落 所以你看跟左手打呀 马龙上来的地狱子都喜欢一会短一会长发球 一会长发球 一会比较长发球 一个スイッlor 一会长发球 俩一会多重感 这个人在追击 互相或未能再停 公司净净净好处 第一个正手先反拉 反拉成功以后 对方肯定要给你反手 然后提前抢位 反手加厉 本来是一个被动的防御球 但是马龙把它变成了主动进攻 这球是打衣服上了 打到衣服上了 波尔自己也承认了 这个球在衣服上面 这个在昨天就有这种情况发生 波尔及时指出来 就是素质特别高 这是一个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的一个道德 对一个良好的修养 实事求是 你看波尔基本上都是拿反手摆 你看他反手摆球 对方马龙觉得马龙也不太好处理 要批长要不就一个回摆 但是这种球明显的波尔的脚底下放慢了 就是速度上脚下的速度没跟上 波尔正手的一个抢拉 拉出了非常巧妙的一个落点 在马龙的中间偏正手位 其实马龙的整体地站住 还是左边正反手的技术里面有特点 其实中间的真正弱点在中间 你中间拉的球的速度 哎呀 我们现在看到马龙的处理球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超高的一个境界 就超出这些顶级选手的一个状态 游刃有余 其实这个球你看 它是主动去侧切的一板 在10比9的时候能够挤得出来 而且稳定性也是非常强 这样马龙拿下第二局2比00 先于德国名将波尔 稍稍休息 这样继续回到世界杯的蓝丹 半决赛 双车双T 尽情来袭 全新紧翼X5 紧翼X6 1.5T加CVT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东风风行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全新紧翼X5 紧翼X6 1.5T加CVT 双车双T 尽情来袭 东风风行 以保携手CCTV5 邀您贡赏精彩足球赛事 只有纯净的内心 才能让我们发现真正的自己 走向大美的天地 心纯净 心至美 以保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2017男子乒乓球世界杯 半决赛马龙对波尔 第三局 前两局 我们也看到了 老将波尔延续了 昨天晚上 就今天凌晨 战胜 中国小将林高远的 很好的一个 技术状态和精度状态 但毕竟马龙太强大了 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 马龙现在可以完全零驾驭比赛 掌控比赛 驾驭比赛 你看这种球出手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马龙拉过来 你看那球很长很顶 你看都下意识 你看这种球 你看波尔的整个的动作 都是身体都是散的 就是你看他平时的训练 就能看出来 其实你打到最后的时候 看的是技术能力 就看他每个动作是不是固定的 当然了 就像陈日伍给大家介绍 波尔毕竟是36岁的老相 他的整个机能都在下降 特别是在男子世界顶级的水平当中 只要下降一点点 就会无限的放大 对啊你的力量速度旋转下降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年龄的增长以后 他的技术他就有所下降 对这是很正常的 你所以要看老将在比赛经验上 在比赛掌控上能不能在技战术运用的这种合理性 或者说更多一些招更多一些 你比如和马龙的这场比赛 作为36岁的老将 他的前两季就一定要疯狂的搏杀 没有搏杀就没有希望 就没有机会 因话 一些产生的没租 流露 看吧,能先有点散,有点腥 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来说不敢打哪场比赛 中间都会有断片的红,空白的红 就看你时间长短 没错,就感觉好像盯不住了,突然跑神了 但是跑一会儿,比如跑个两三分之后,马上就能够立刻回来 对 所以外国人的训练和我们中国队的运动员训练的时候 中国队训练的时候,教练有旁边看的 你稍微一走神,都是过来走过来这条路的时候 他就会盯着你,让你养成一种习惯,就缩短这个时间 外国人训练,他没教练,他全靠自己 所以他技术发挥,他的起伏比较大 这是德国的教练,罗斯克普夫 这运动员在场上,不管是场下教练员,还是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心理暗示的提醒 说的最多的就是盯住盯住,一定要专注专注,这个专注是一种能力 有的人能专注一局,有的人专注两局 对 有的人能够整场比赛都投入专注 哦,在这一阶段,波尔球发挥的太出色了 其实这几个球你可以看到,你看马龙为什么发低抛 因为前几个球,他发高抛的球的这个质量 自己突然一下找不到感觉,全是出台 在一个波尔龙打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技术的灵感 球打得很巧妙 因为首先马龙的发球也下降了 因为马龙你看这发球,发高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出台 弧线又高 真正就是启动这一下,波尔这个快拉高调力,弧线低,旋转强 这个球是最不好处理的 因为这种球不太好借力,反拉,它弧线低,你还要调整弧线 2比4比2领先的情况下 这个4比10落后现在 对,刚才台日五就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在4比3,4比4,马龙稍微有一些松懈 松懈 比如这种松懈或者说暂时的有几分球盯不住的时候 并不是说他个人不愿意盯住 而是他有时候控制不了 对 相持反手,正手拉直线,反手加速 Yan Armed23 corrida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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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别小看这一分的 像林高远他到10比4跟波尔领先的时候 包括他跟许新摄影赛 就是在这样一个最后一分的 这个 情况下 许胜下他就是做不到 他还有能力在里面 技术上也有一定的问题 波尔这个球场输得那么好 叫做展庭会 马龙现在追到了8比10 这个时候波尔的心态就会产生变化 波尔非常想拿下这局打成2比1 才能看到一丝的希望 这局波尔10比4领先 其实你10比4领先情况下 如果碾到四五分五六分的时候 跟10平没什么关系 因为你差一两分的时候人就紧 这种起伏很大 反手加力 又是一个漂亮的反手快拉进攻 你看马龙发这个球 就不敢发正手 他知道老花出台 波尔一提拉这个球不好防 不好攻防转换不好转换 他发偏反手位中间一点 启动他这球 就好一点 现在马龙连追5分之后 最关键的一分 看看马龙发什么样的一个落点 他长的了 反手短的回摆 非常稳定 哎呦 这个球不是马龙打得差这个球 而是波尔他在关键的这个相处当中 衔接 他衔接上找到了发力点 你看马龙这个房子的时候想推出去 没推出去 所以这板球马龙反手给的时候 如果变线可能效果就够好一点 变到斜线去 这样双方在前三局打下2比1 我们稍后将继续回到比利时的烈日为您带来 双车双踢 尽情来袭 全新锦翼X5 锦翼X6 1.5T加CVT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东风风行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全新锦翼X5 锦翼X6 1.5T加CVT 双车双踢 尽情来袭 东风风行 敢用酷炫颜值 精烈与双眼 一感直视危险 勇于向前 感真有我 纳志杰 USUV 朝贩上市 Lokshin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第三局马龙追到9比10没拿下来 我想到第四局的时候 这个心理上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这种影响 当然对波尔来讲 他的气可能更足一些 是 马龙回摆短 波尔轻拉 马龙侧身反拉 马龙的上天球 我认为他的能力 也是全世界最稳定 最扎实的运动员 对 他是法拉的稳定性强 对 侧身位的正常法拉是马龙在比赛当中 主要的得分 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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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世界杯的比赛是从10月20日至22日在比利时的烈日进行 共有20位选手参赛 包括市井赛冠军各大州的州级冠军亚洲杯和欧洲杯排名靠前的选手 再加上国际拼联的外卡选手 有机会参赛 中国队是派出了马龙和林高远参加 前8名种子选手将不参加第一阶段的小组赛 直接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淘汰赛 你看这种球就是迎上去 这种球插往以后腿和身体全是迎上去 拉这个球动作还是一样固定 走 漂亮 这个球你看 不散 对 它重心全提起来了 人往前顶 它最可贵的是马龙的手上的控制 特别稳 其实真正的打的就是前臂这一块 你能不能就球这一块手指手腕能控制住 玩玩甩出去以后能收住就能 你看很多人打球都死了半天劲 全是胳膊大胳膊大肩膊 那个是对乒乓球是最不合理性的 那网球可能好一点 大臂的力量多一点 而且现在打球你看 就下半身啊 就是这个像马步一样扎的比较实 就左右来重心来交换 跨来交换 没有像我们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打球 就感觉很轻 就是老有弹性那种 跟现在不一样的步伐 哎呀 布尔在这揭发球突然的调打 就看出今天布尔确实是一个 夺杀的一个状态 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因为他面对的是乒乓球最强大的运动员 就是拳满贯 马龙 因为布尔你往往他得分率高的时候 都是前三板先从下篇球打起 马龙你看他整个体系的得分 都是直接打到上拳以后 嗯 现在马龙第四局领先2分 Light 4-6 其实布尔的这个反手的这个技术 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好多的从排运动员学习 他这个反手特别顺 就是摩擦球的感觉好 第二个呢是他借力借的好 他不是自己发力 对能合力 合力还能拉出旋转 你看他的出行那点到自己球台以后 他是找最快那个点 而不是等了半天 用自己身体来控制这个球 就借力打力这种球 你感觉他没发多大力 但是球数很快很贼 你看这个时间点 看 第三板 漂亮 嗯 布尔又加强了正反手的进攻 两边任何一个落点和线路都可以进攻 你看这个时间点 这板就大大 还是要看这个马龙 他的进攻是不是能够控制对手 谁抢在前面 谁就取得主动 你看马龙现在就是下边衔接的时候 不像刚开始了 身体收得特别紧 球点比现在更快一些 你感觉他出手很干净 所以他现在没有老感觉慢半拍 高抛 把龙再寻求一些变化 这个球有点危险 发球出台 布尔也笑一笑 感觉到很可惜 因为这个高波发球 不是马龙最有效的或者说最有把握的一个技术 并且这球发出台了 布尔拉球吓我 就先从上桌直接打起来马龙这个反拉是最重要的得分一个环节 对 只要看马龙一直在进攻 就能够赢得比赛 对这种球 你看已经很主动了 现在马龙还是发球上的旋转上和六点上的变化 现在布尔街它发球困执得很严密 拧拉也可以 白端也可以 正手白也可以 正手黄撇也可以 现在看来这个高抛效果不好 对 所以马龙要变一种发球 看看哪更适合下一板自己也适合自己节奏衔接 对 还是低抛 低抛关键是马龙他能够在发球之后的这种进攻衔接 他最顺手有他的核心技术 发完高抛以后人重心往上一起 整个节奏全乱了 所以变化在关键时刻需要谨慎一些 因为马龙现在发这个球呢 这个波尔又能摆又能拧拉 要不就是马龙你发一个低抛一个纯上线球 我就等着你这板球 就简单一点简单化 直接从上一球打起 9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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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平 5平 6平 7平 9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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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平 4平 8平 9平 1平 5平 6平 9平 5平 他说他在变化的时候 他非常坎 他已经准备好正手的反拉了 所以他赶着磋长 所以他知道 因为他这个球如果摆短的话 郭尔一个抿拉 他就没办法 就是PH 直接从上一球打起 他就等着反拉 对 简单化 抢拉 哎呀 这个球 郭尔想反手 这个反思 但是球下了 这样马龙拿下了第四局 所以第四局对马龙来讲至关重要 因为拿下第四局 真正场上的形势呢 就相对明朗一些 当然今天布尔的表现 也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他的竞争能力 依然强大 稍是休息 将继续回到乒乓球 篮子世界杯半球赛 双车双T 尽情来袭 全新锦翼X5 锦翼X6 1.5T加CVT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东风风行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全新锦翼X5 锦翼X6 1.5T加CVT 双车双T 尽情来袭 东风风行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回到 比赛现场 跟您带来 2017年平方球 男子世界杯 上半区 半球赛马龙对波尔 现在比赛打到了 第五局 前四局马龙 三比领先于 德国名将波尔 波尔在今天凌晨 是淘汰了 中国小将林高远 晋级四强 好球 反手在跑动当中 远牌反拉 反手反拉这个球 世界上没有几个运动员 能够完成这项技术 因为已经离开球台 很远 有这个空间感 这需要运动员的 这种灵感 天赋 对球的理解 对 还有就是能力 对 因为以前我们国家队 那时候打球 正手突出 没有明显漏洞 现在训练 都是正手和反手 都是一样的重要 所以你看到 感觉它 中国队的运动员 现在反手的能力 比以前大大的提高了 对 跟欧洲人 有的 跟欧洲人 这个力量一样 但是速度呢 又能 这个技巧呢 又能细活 又有 马龙发球 偷其底线 长球 得分 在这样一个 比分段 局数上 打到第五局 发球 还能直接得分 证明 一是马龙啊 他还在努力的 寻求发球的变化 第二个呢 是他的发球 他的发球 一直没有放弃 就直接得分 因为往往 打着打着 打到后面 就发 全会都适应了 发球 基本上 没有什么 直接得分 你看他这个球 手指手腕 就这一下 跟上 没有多余的动作 重心左胯 很低 他这个球 没有是大胳膊 跟着哗 就跟着抡的那种 马龙一丝都没有放松 你看三比领先 每一分 都在拼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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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使用 字we重 diagnosis 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要从比赛的这种优势上来看 郭尔的优势就是他对欧洲的这种适应 因为他日常就在德国包括比利时经常训练和比赛 中国运动员过去还要有一个时差的问题 比利时说我们的时差是6个小时和北京 比我们晚6个小时 今天我真的挺佩服波尔的 他打得真好 他马龙太全面了 太全面几乎没有什么几乎没有漏断 对而且你感觉他相当的你感觉稍微有点被动 马龙就会马上调整一下技战术 包括自己的状态 你看形成两个人形成相似退台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马龙得分 但是如果马龙退台以后 波尔拔住球台以后 这种时候马龙就相当被动 你看吧波尔拔住球 就马龙你看上去一直在很主动 就波尔拔住球防你肯定是失误的 肯定是这分肯定失去了 那这种球你就要强势的就快弹 反手抡起来就是干净利落 我们现在看到马龙一直在进攻 所以特别主动 6-5领先 男主比赛其实观众一看就特别明了 就是比双方的争抢 谁的主动意识更强 上手更快 进攻质量更高 连续能力更强 谁就将赢的比赛 女子的比赛可能回合更多 相持更多 但是发动的这种能力 跟男运动员相比 是有身体上这种机能上的差距 所以看男的比赛 外上人看这种男运动员比赛 乒乓球是力量的欣赏 对 女子比赛是有柔美感 对 男子比赛主要是这种 肌肉的力量的美 这种球的力量 现在波尔还在顽强的抵抗 6比7 7比6 你看马伦现在就是在失速的这些每个比分失分的情况下都是发球和激发球这个环节上 就是你在相持以后三百以后 你几乎看不到他的这个失误率 基本上就是发球接发球 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怎么能让自己能进攻上舒服一些 或者在第二把发球发不好第二把还怎么能控制住攻方转换能好一些 马龙的一个巧妙的翻挑 这个球就是看到马龙的随机在场上的应变能力快 本来是准备准备反手长球准备拉的 一看台内短球直接能够把手抬上来 进行一个黄挑 我看失误基本就成三百 一百 二百 三百 看马龙这种就是直接批也就直接上拳打起反而更好一些 这样十几期 马龙博尔又拿回了一局 将在前五局打成了三比二 稍后将会进行第六局 双车双踢 进行来袭 全新紧翼X5 紧翼X6 1.5T加CVT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东风风行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全新紧翼X5 紧翼X6 1.5T加CVT 双车双踢 进行来袭 东风风行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 波尔和马龙的这场激烈的半决赛 这场比赛打出了世界上顶级的水平 特别要赞扬的就是老将36岁的波尔 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 一个是他没有丧失信心 在场上依然每一个球都很拼 只要有一点机会 他都会想尽办法去多得一分 这种职业精神 确实值得我们尊敬 这马龙提出要求 球可能要坏掉了 换个新球 所以马龙波尔打 整个的你看他年龄大吧 他就这么多东西 你能赢我你就赢 赢不了我 我就做这么多前三板 反手拧拉 正手快带反手快带这种 是 不敢带 我自身选择 我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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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想马龙从这局开始 应该打得会更加精细 不一定说这个节奏很快 打的场面很热闹 而是每一板球都要让对手难受 让自己舒服 你看第三分这个球的时候 马龙还想控制这种球 其实是最不好的 就是完全简单化 批下去形成相直 要不就反手拧拉起来 因为你越想控制 首先波尔的手感比较好 而且进台的处理性比较简单 速度比较快 对马龙来说后边就比较被动 衔接就衔接不起来 你看这就是波尔的一个反手超能量的得分技术 他反手能够反思 在你进攻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他反手能够变被动为主动 现在对马龙来讲 也是平常比赛的一个考验 让对方缠得也很难受 那怎么能够在技术上控制对手 那马龙刚才那时候丢了 我故意脑里想 这球这么简单的球怎么会丢呢 好球就是就得这样 就是发生球怎么想办法 把球能打到上面球 感谢观看 太棒了 现在马龙很明显 就是给波尔的反手给的太多了 因为波尔的这种优势打他的拳台 形成这种局面 马龙会越打越累 马龙呢 我想应该调动波尔 让波尔往后退 或者给波尔的这个正手大角度 从正手多一些突破 正手中间中间正手 反手现在给的太多 是的 你看他这种球现在你看很被动 对感觉被动了现在 都像前面的一些技战术 都主动变现 主动变现 现在 前面你感觉波尔在跟着马龙的节奏 现在你感觉这个 你看所有的节奏都是跟着波尔的节奏 没错 马龙现在就是形成相知以后 就是我先打上台 你看这波尔嘛 就左右条线感觉出手很清晰 嗯 马龙需要想想办法 好球 其实你让波尔去正手 有一些发力 反倒没有太多的威胁 就怕马龙呢 感觉到 哪都想 进攻 但是又没有太好的机会 人 不是很心定 站不稳 而且马龙给我的感觉 现在有点 松 就是打到后边的时候有点垮 对 有点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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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这种球完全可以绷着劲 过度一下 他现在就打到一半的时候老卸劲 你看这种球 你像这种球 你看到腿下的胯部 你就能跟住 看到这个波尔到职业松崖的这个 后期了 反而有一些闪光点出现了 所以也是波尔的 作为老将的一种坚持 这种精神 波尔8比4领先 4比8 好球 平安刚才你说的 这种球反手一定要出去 千万不能给一半送一半 这种球 波尔站在那正好那个位置 偏中间正好 你一定要给它变出去 尾鼠去 要不就直接拉出去 这种球 要调动波尔 出去 你看马龙打的全中间这一块 中间偏动手 中间偏反手 现在马龙他所被动的地方 感觉到波尔人高手长 然后他打不开波尔 打不动他 有这样一种感觉 自己在进攻的时候还心不定 现在马龙现在要作为马龙 现在动作一定要变小 动作速度上加强 不是说力量加强 现在波尔了 其实他借力打得非常好 而且现在变大球以后 越想发力 这个球的旋转越下降 现在可以说马龙真正的被波尔给缠住了 进入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阶段 一个平静 看最后一局决胜节能不能走出来 这样波尔11比5 名下第六局 马龙波尔在前六局 双方战成了3比3 稍后即将为您带来的是双方的决胜局第七局 双方战成了3比4 全新锦翼X5 锦翼X6 1.5T加ZVT 双车双体 尽情来袭 东风风行 给你的感觉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在比利时烈日 进行的2017 平衡球男主世界杯上半区半决赛 中国先生马龙对德国名讲波尔的比赛 即将为您带来的是双方的决胜局第七局 尽量就看到了老将 波尔他的这种技术水平 依然这么强大 另外就是波尔的这种精神面貌 和他的这种场上的斗志 缠斗的能力 确实传让我们佩服 那我想到第七局 马龙一定不要丢弃了中国运动员 还是要靠零变巧 以速度为主来制胜的 所以这股零劲不能没有 对 人还要绷住劲 不能往下卸 多坚持几把 马龙第七局 重新发动 你看他这车处理的比较 如果硬可慢车 一定要够踢下去 千安不能老想控制白短 这种车 过于打细腻的球反而不好 您听到的是前国手 原来也在克罗地亚 在欧洲征战多年的老将 谭瑞武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点评 马龙还是不能往后退 人一直要往前顶 对 因为现在多少打得比较清晰 反正你拉着把身上动得小 所以马龙要不你就输得再硬朗一点 心再狠一点 要不你就再放慢节奏 别跟着他的节奏 波尔的节奏走 对 现在马龙还是要提速 波尔就好像一直缠住 像大马一样缠住了马龙 所以这个场上的队量完后了 马上我个人觉得应该叫暂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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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感觉听到一下马龙就空了 看来就像是这样 对方打得确实好 波尔的发挥无可挑剔 但是在这里面 马龙如何去制胜 其实他在镜上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 怎么样去放大他的优势 现在像波尔在场上像一堵墙一样 你打不动他 这是波尔的教练 罗斯科夫 也是前双打的世界冠军 现在马龙首先要坚定信念 一风风往回一样 困难准备充分 最关键的是进攻 就要崩入劲 对 就要坚定 所以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二运会的决战 现在第七局 德国名将波尔是4比1领先 擦边 擦边 这个运气球 这个粉轮就是个转折点 没错 希望是一个转折的球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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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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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现在马龙发球弧线要低 并不叫有多强 中间短 对 弧线给他压低 贴着网子发这分 对 就最好 还有一个就是马龙要坚持 到一定的比方 波尔猜有他的软肋 到一定的时候他会有想法 他的发挥 就会有明显的起伏 漂亮反手的一把快丝斜线 你看这种球的马龙就撇下去 如果这时候再摆的话 这时候就危险了 因为这时候摆短也是一个很薄弱的表现 你摆短你不能够制胜 而且摆短很容易冒高 一场铁了心了这个球 形成上旋反拉 还是很有把握 现在马龙追成了4比4 你看波尔他这个发球给我的感觉 抛都没抛起来 上去就扔一个的感觉 好球 我感觉到马龙突然一下人放下来了 所以这种球打这时候毕竟也是这个 波尔老将也世界名将 这个时候就是他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马龙出乎马龙意料之外的时候 一定要波尔打三把我就要准备四把 一定要困难这个时候准备的充足 这几分球明显我们看到老将波尔 球质量有所下践 他在4比1领先的情况下 马龙要抓住这个机会 而且马龙这两个揭发球的变化非常好 刚才我也说了一定要是劈下去 你打那么复杂没那么必要 把正手一个小动作的抢拉 这个时候是他的特意 比想象中的要转很多 转很多 你看他这个劲就手腕手指抖着一下 有点勒起来的那个感觉 我们对他来说就不要拉 叫瞪 瞪起来 他那一下而且他弧线保持的很低 他不是那种完全高调 弧线很高好控制 这种球最不好 你看直线吧 马龙的直线吧 他变不过去直线不直 斜线吧 他又变不去全是中间 偏中间的这个正手 反手这一块 其实波尔这一块小动作对他是最有特点 就是我很奇怪 今天这场球 为什么没感觉到波尔的技术老 之前我看他感觉都是有一些下降技术机能 这个进攻能力 他但今天感觉到他就 因为马龙的力量大 球数块 也就针对他的节奏 还有马龙注意连续 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感觉波尔这个特别年轻 重回青春的一个状态 而且你感觉给他的球 你看马龙在打 他感觉对路 球过来啊 没那么变着 所有球他都能借上力 这球其实本来很好的机会 马龙发球的效果 突现 突一个底线长球 但是第二板的正手 跟进 质量不太高 所以被对方缓解了 对 你看他接完是愣了一下 对 波尔接完了 他愣了一下 他以为波尔这球接输了 现在波尔在决胜局 跟马龙的半决赛又领先2分7比5 波尔依然进攻的很坚决 而且波尔的发球变化很多 主要撤前又撤前 现在马龙还是不能防守 现在防守 对马龙来讲 一定是 最难控制的一条路线 硬的头皮线也要攻哈 只要一防守 就形成了一条路线 很被动的局面 等于把命运交到了别人的手上 马龙的偷袭 底线长球效果很好 其实可以坚持发 这第一局我上来就光光光偷了几个 你看一下比方你就拉开了 这乒乓球 这有马龙的发折 他相对而然 这是他的稍微有一改步的状况 所以你要这 落点上就发折变化多一些 这是他的强项 7比8 马龙咬住了 比分 还是长球 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发长球 打接下来的上拳球的衔接 这个球完全可以当做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战斧来用 不用发短球 没错 发长球他出不来质量 出不来质量 第一把上拳球 反手可以快撕 正手也可以抢他 没错 一发短球 对方一控制你短的 你又要稍微停顿 一停顿 一白短容易冒高 对 抢了没有什么质量 对方也可以反了 所以这两个发球太强了 所以现在看到八平最后 这两个接发球看了怎么样 后边的几分球 能不能处理得好 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的是 波尔的这个技术水平和 竞技状态比他的鼎盛时期还要好 这个因为什么有时候根据不同的场次 不同的状态 有可能是因为今天 在4比10第7局 林肯定赢完林高位 有的时候我们比赛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马上要输的情况下 就是没有希望下来 一下突然赢了 就找到这种感觉 一下人就放松了这种心态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 跟林高远的这场比赛 为波尔今天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技术 所以他有信心了 林高远跟波尔在前几局的时候 波尔也很下风 第一局根本就三分四分的状态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 上一场我们反正都差点输了 嗯八平 这个球马龙如果没有质量的话 是波尔最强项的一个技术哈 就是反手的这种上线就反拉 马龙的接发球 质量缺这个缺陷一大空招 因为现在波尔的发球 一会左撤险 右撤险 也不太好判断马龙 对马龙来看 第二个接发球 轻推 你看这个球接的还是没有质量 但这个球在没有质量的情况下 会不会给到波尔正手 然后对方拉过来 等于是马龙的左方位会更舒服一些 像这种球应该是 让波尔是从下拳球打到上拳球 尤其第一版的接发球 要不你就劈下去 你看马龙这个轻推 如果推给他反手的话 等于对方一甩手 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哪 你重心是往后仰的 非常的被动 而且马龙的借力打力这种速度 这种球是最合的 对他来说是最舒服的 现在波尔拿到了赛点 拿住好球 我们希望马龙在最困难的时刻 依然心尽如止水 依然非常的淡定去面对场上的情况 对 这个时候我相信作为优秀 脑子里都想的是激战术 忘掉这个比分 马龙的二发 来看看 这一分 反手短的马龙拉住 第二板 形成对拉 好球 我看到波尔在连续侧身进行对拉的时候 波尔还是手软了一下 这个时候你看 你看马龙绷住劲了 而且马龙呢 他很有经验 他不发力 拉住上台 现在别的不重要 无限低 对 不要求质量 只要上台 现在马龙把比分追成了十平 马龙接发球 一定要坚定 首先是坚定 然后是判断 判断清楚之后 果断 我想不会再像刚才一轮的这个接发球 这么轻碰轻调 给对方反手 大面积的 反抽他 这个球可能马龙的自我要求有一些高了 你看对方拉的球 质量很高 放慢拉的 马龙你看这球只要拉上就行 这球没有必要去非要穿越 好像我非要拉到直线去 拉中间可以吗 就拉中间也可以 只要拉上就够 现在波尔再次拿到赛点 看你 来 赛点 哦 这个球 波尔是接发球 随机的喝了一个 他有准备 你看他球没跳起来 就一个快批 这种球就是唯一一个 就是很冷的这种球 你看全局七局就这一个时候这样 所以马龙有时候打的时候 就是突然一下有可能就应变不过来 这很正常 这个胜败呢 冰家常事 对 出了也很正常 但是我想马龙在前几局如果把空的再好一些 把这个距离拉开 可能不会打到第七局 因为我认为还是发球接发球环节出现了问题 我们也祝贺德国的这位36岁的老将 能在这样一个年龄段上 战胜大满贯马龙 拼借战胜了中国的两位选手 好 观众朋友们 这个半决赛世界杯乒乓球的比赛 先为您介绍到这儿 稍后呢是体育新闻 我们在今天晚间的21点 还会继续为您带来2017年乒乓球 男子世界杯的冠亚军决赛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